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讲到这个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不讲到最近发生在这个核桃市的一件新闻 就是说核桃市一个华裔居民叫少奇 被一个非法移民在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 现在说一年多以前撞死了 撞死之后呢现在这个案件判决出来了 这位撞死我们华裔少奇的非法移民 只判了四年的有期徒刑 那么这个判决在我们社区里边 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轰动 那么核桃市的市长秦振博先生 现在也在挺身而出 在帮助这个死者的家属 进行这个下一步的一个 可能会司法诉讼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这个追溯的行为 那么我们先请这个秦市长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事情的简单的过程 还有你现在要帮这些家属做了什么 是 实际上这个背景 就是说那个邵先生 他是一个运动者 那他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在我们城市里面晨跑 那么在去年的2月15号的时候呢 他在早上晨跑的时候 大约早上6点多左右 屋被撞死了 突然有一台车子呢 很快的速度把他撞了 不但是撞倒他以后 还冲进墙 把这个墙整个都撞倒 这车子进到墙里面 大概就是说超过半台车以上 那这个情形 那这个人呢 很快就被我们的警察呢 当场拦住 然后就查这个问题 那他在查的过程中 他讲漏了一句话 说他是从中东来的人 那么可能是因为 他的签证的问题 马上就被 就是说 就递解出境 或者说他不能在美国拘留 他想在美国拘留的话 他准备犯个案件 那么很不幸的邵先生 认为他的一个 选择的一个目标 他就把他不幸的撞死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经过一年多的一个官司 来打 但当中呢 他们这个检查方 检查方跟这个犯罪案 这个人呢 他们达成一个协议 所以才有这个四年这个判决 但是我想这个判决呢 因为在法院的过程中 我也有一些参与 在判决当天我也去了 那了解说就是说 因为呢 他如果说不讲了这句话 说他当初有这个犯案 东西的话 实际上他可能连牢都不需要做 因为在他的体内 他发觉了有一些 安眠药的成分 那么他说可能就是 因为精神不集中 或者说他一些 就是说注意力不好 这种之类的 他很可能就会脱罪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一个可悲的案件 这是大概一个故事的背景 那么从这些案件 我们看到有几个要点 第一这是个非法移民 第二他自己告诉警察 他是为了留在美国 宁愿坐牢 也不愿意被遣返 第三个 我们看到他审判的时候 他在这个电视镜头面前 所表现的 是丝毫没有悔意 还向他的到场旁听的 这个妻子点头微笑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 一个是犯案的非法移民 一个是我们华裔 很多年前合法移民来美国 在美国打拼 组建了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家庭 但是就是因为早上起来运动 而枉死 那么所以非法移民 这个事情就给我们一个 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 特别是川普总统 现在叫反非法移民 那么吴议员 你所在的城市 就是一个相当多 西域聚居的地方 那也是有一定 非法移民聚居的地方 那么所以在你看来 非法移民这个问题 给社区会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想是这样 我们威斯科大概有差不多十一十二万人口 里面大概有可能有一两万是属于非法移民 是很保守的 但是刚才我们的秦市长讲到这个 有关于那个事件 那事件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是很大的 冲击很大 因为你在跑步 你被撞死 莫名其妙 又是个非法移民 为了想要留在美国 但是他的问题是在什么 他问题是 你本身这个在我们华人是个大新闻 但是在主流社会却没有什么新闻 没有被人注意 那这个为什么是这种情况 就是说 因为主流社会对我们华人的新闻 并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我们华人什么 没有什么政治势力 那反过来说 西医反而政治势力非常的大 像我们人口有五十二万 不是五十二百分之一 在我们的都市 整个加州 还是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 加州也差不多了 也超过 也超过 也超过四十九五十这个样子 将近一半以上 所以他们的人口多 他的投票 他们参与政治 他可以选出他的市议员 选出他的那个congress们 所以这样的话 他势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们会保护那些 所谓的非法移民 那对我们华人来说 我们华人不投票 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非法移民 在我们的West国民来说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像最近我们发生 我们的西医选不上市议员 他就来告我们 告我们都市 要求我们分成 我们的都市十二万人口 分成五个区 所以保证他们西医选得上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你要投票 你才有政治权利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会 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华人在美国 特别是在洛杉矶这地方 是越来越多 我们人口越来越多 在某些城市 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比如说圣盖伯 比如说盟市这种城市 但是我们华人投票率 这么多年 是一直没有增长 好 那么最近 我们回头看一些新闻 比如说SCA5 SCA5这个议案 虽然没有被通过 但是它原来的利益 就是说 因为西医 他们认为是少数主义 所以少数主义 应该他们的利益 要被照顾 那么问题是 什么人的利益 向所谓的少数主义 西医这边倾斜呢 是我们华人的利益 那么从人口来说 我们华人的总人口 比西医要少得多 但是我们从来 没被看作是 在美国是少数主义 更没有被看作是一个 受重视的少数主义 那么这个局面 所造成的原因 跟未来的看法 这个非常简单的 就是这样 西医在整个美国来说的话 它是少数民族 美国的话 现在大概所谓的 白种人的话 大概还占在70% 全美国来说 全美国 那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加州的话 那墨益的话 将近快一半了 这50%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人口越来越多 自然而然的话 快以保护他自己的权力为主要的 那他有去投票 就选出他自己的政治人物 我们华一 他不愿意投票 所以永远被人家当作是过客 像这一次我出来选 我选上以后 我拿到权力以后 我就可以报复施政 跟保护华一的利益 那你如果不愿意 像华一 他在投票的时候 不愿意出来投 当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跟人家要求帮助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会帮忙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不参与 那吴议员你的选民 大部分是什么人 大部分是白人 大部分是白人 就华人的选票也一样不多 不多 那么想请教秦市长 核桃市是一个华人占这个主要人口的地方 那么你们在选举的时候 华人的票多吗 实际上那个华裔的话 在我们城市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那么现在的话 大概是在百分之四十几左右 超过四十了 很快就会过半了 实际上亚裔的话呢 它是占百分之六十 但很多的话是属于菲律宾裔的 那么在过去几年的那个历史中 很多年实际上 那菲律宾因为他们很团结 因为他们也有一个教会 他们是信天主教的 所以说他们的团结力也蛮多 所以在菲律宾虽然人口是比较少 但在我们市里面发生还是挺大的 那这个就凸显了这个华裔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想这个整个像是吴议员 他刚刚讲过的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是选上以后 就是要为全体的人民来发生的 你选官员要为选民服务 为社区服务 不是为哪个族裔服务 但是如果说是华裔 当然我是华裔 当然对华裔的事情注意 但是华裔的时候 常常不受注意 不受注重 所以说凸显就是我们去 好像是专门为华裔来发生 实际上也不尽为耻 这是因为他如果自己不发生的话 有很多不公平事件 像这个车子的 这个邵先生的不幸的事件 这也凸显了就是说 华人的权益不被重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出来 讲话的原因 对 这个邵先生被撞死这个事情 凸显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就是华人在美国人数再多 就是我们刚刚两位都讲 不被主流社会重视 不被媒体重视 那么这个案件 如果不是我们华人的媒体在报道 不是我们这些华人的民选官员 站出来仗义直言的话 恐怕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那么在核桃市也好 在我们很多这个华人拒绝城市也好 华人不出来投票 这几年的状况 基本上没有很多的改变 那么不出来投票的代表 你不是选民 不是选民就代表没有声音 这是我们很多华人所没有注意到 没有看到的 那么作为两位民选官员 你们在这方面会做些什么 让大家能够 让我们的这个华裔的民众 能够觉醒吗 吴议员 我想也是这样 像我们威斯科兵 种族成分来说 大概52%是西医 大概差不多28%是亚医 28%你们亚医里面砍掉一半 一半的话是非医 实际上我们的菲律宾人口是超过沃尔纳的人口的 非医的种族 那剩下的话 白人事实上只剩下 不到20% 大概15% 16%而已 但是现在目前市议会 从自古以来 93年建设过来以来 大部分都是以白人在控制这个政治 所以到even现在的话 8000多个常常去投票的 大多数也就是以白人为主 所以说白人选上的几率很高 因为他们投票 他们参与 我们市议会昨天晚上开会开到十二点半 来的几分百分之七十都是白人 那亚医大概看到两三个而已 就是不太愿意参与 所以我想说 如何让华医愿意了解说 他的生存在美国 这是你的家 这个你不是做过客 那你要怎么去生根 那怎么去回馈 像譬如说我出来选 选完以后我就来施政 那你要知道说 我们不只是代表亚医 我们是代表整个一份子的美国 那最重要的问题 从早面开始呢 从华协开始 我们像威斯科威娜 那么多人口 我们连个华协都没有 华人不愿意聚集在一起 说我们搞一个华人协会 为什么 团结就是力量 你看西医有西医组织 OK 那白人有白人组织 很多组织 墨医有墨医组织 那个什么 那个菲律宾有菲律宾组织 所以他们就有声音 有声音 能传达到民选官员那一切 没错 像譬如这一次发生 这个邵先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有这个一百两百个人 到那个法院前面去抗议 到警察局前面拿牌子 说那个Chinese life is life OK 那个华人生命也是生命 你想想看 他们听不听 绝对听的 因为在美国是这样的 谁的声音大 对 谁就有权利 对 好 我们刚刚讲了 华人在美国生活 人群越来越多 声音一直没有增加 然后 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困扰 一直让我们社区在讨论 那么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回头再请两位议员 跟我们继续来探讨 华人在美国的权利 跟其他族裔比 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